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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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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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面对面对窗户 哇 哇 前面对面对窗户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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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早餐的話呢 有麥片跟那個泡麵這樣 那還有那個食料 那我們就來開箱 裡面呢 麥片 然後 這個是泡麵 然後 這應該是薄酒入 然後總共有兩份這樣 來試試看他的筋拉麵 筋拉麵好像是他們這邊的鍋麵拉麵 我本身是不太吃辣的 不知道是 因為 剛剛我要去睡了一下 因為實在太早起來 早上4點多就起來了 去看這些廚 結果 實在太快了 剛才回來去睡了一下 然後不知道是因為 剛才起來所以有一點這樣的上癮 還是 吃辣麵造成的 其實他分量很久一小杯 大概兩三個就可以吃完 好 好 完食 那 我就收一收 然後整理一下行李 因為大家11點就要Check out 所以 但我今天晚上也是住這啦 這是另外一種方式 然後 就我今天等一下 我等一下收拾完行李 然後先Check out之後 然後我就 先去那個新世界那邊 我想先去Spa Land 對 他們和折磨 對 因為我還沒 我好像還沒體驗過和折磨 對 想說去體驗一下 然後晚上還有預約一個 遊艇這樣 對 然後是私人的船 然後他可以 他就會在那個 又我前面就是廣漢大橋 他就會在廣漢大橋這邊轉這樣 好 結果剛才發生一件很有趣的事 因為其實我今天晚上也是住在豪橋灣 然後呢 我是換不同方形 然後結果剛才下去想說 先Check out 結果我就把行李那些都帶下去 結果他說 喔 我今天的房間已經準備好了 好 那 那不然我就先上來 開箱房間給大家看這樣 喔 蠻快的 對 然後我服務人員蠻好的這樣 好 那我們就來開箱房間吧 今天這一間其實就是面對山景 它就不是面對海帶 跟昨天應該都大同小異吧 就只有床跟昨天不太一樣 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進來呢 這邊一樣 然後 這邊一樣是浴室 這邊是馬桶 然後外面是洗手台 然後一樣冰箱 然後熱水瓶啊 這些東西都跟昨天一樣這樣 然後它一樣還有送這個 就是 禮物袋這樣 對 然後內容也跟昨天的一樣 就是 爆米花啊 餅乾啊 跟那個飲料這樣 對 然後它其實還 就是它這邊是一個嘛 然後它上面也有 只是因為 就是上面沒有住人啦 所以它就沒有鋪 就是我是 一個人住這樣 所以就是 鋪這邊 對 這就是我今天晚的床位 然後 面對出去 就直接是 城市的景 然後一樣啊 就是這邊有 電視 然後這邊 這些東西 都跟昨天一樣 好 那我們就 前往SpaLand 囉 來到韓國 絕對不能錯過 漢真木 SpaLand 漢真木 位於韓國釜山 新世界百貨公司內 結合了傳統的 韓國漢真木文化 和鮮蛋設施 就算是 超級別多人 都超級別多人 就是 就像我們劇場 韓國鐳 也是 跑至近 開手 SpaLink 擁有18個溫泉浴場之外 和蒸木內也有13個主題蒸氣浴場 每個浴場都有不同的功能和效果 是個舒緩疲勞且放鬆休息的好去處 剛泡完大眾池之後 他這邊一進來就有好幾個汗水蒙 有什麼碳布屋 黃土布屋 什麼等等之類 就各種布屋 溫度也都不同 空下來也都不同 所以我剛在裡面躺了蠻久的時間放空一下 讓自己沉澱一下 蠻有趣的 我蠻喜歡碳布屋的 它裡面那個碳的香氣還不錯 大概是60幾度 70幾度 其實除了漢澤木之外 還有其他很多的不同的設施 可能有什麼販賣布啊 什麼都有這樣 對 設施的話就可能按摩椅啊 什麼 包括你要美甲的話 它也都有或者之類的 然後甜點布的話 還有賣那個洗米露啊 還有雞蛋 什麼的 那再去買 我買了一個 一杯冰淇淋 那個洗米露跟烤蛋 然後洗米露是五千含鹽 然後烤蛋是三個三千 那烤蛋蠻特別的 我覺得有點像 鹹鴨蛋的味道 然後我們上去把你洗手蛋 我就 然後它還有附那個眼巴 然後可以站這裡來一起吃 剛體驗完了 Spatland的漢澤木 哇 四個小時感覺 不夠用耶 但也被我發揮了零零靜置這樣 對 還蠻有趣的 還蠻不錯的 就我每一個漢澤木裡面都有去 然後也有買他們的甜食 然後還有按摩這樣 對 然後就覺得還不錯 而且算是蠻療癒 蠻放鬆 而且可以大量排汗這樣 對 那在結束Spatland之後呢 然後我有預約 Yachetholic的遊艇這樣 然後我是預約晚上六點五開始 到六點五時 然後是有那個廣安大橋 然後它是那個 有跟釜山PASS合作 對 那廣安大家就來看看 希望可以看到夕陽 但感覺比較難 因為像昨天 我去搭天空交囊列車的時候 也是七點多才開始一路這樣 但今天風比比較大一點 就是 然後它還有提供那個 飲料跟吃的這樣 個人是蠻期待接下來的行程的啦 體驗一下廣安大橋的夕陽 就是這樣 有時候會有了 因為去年 但會不會太好 有時候會不會太好 走路 你會不會太好 就算走路 你會不會太好 然後再點燈 你會不會太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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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更是见证釜山历史的地方 不过在这五彩斑斓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一段深刻的历史痕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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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